大家好 我是坦平书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这期咱们聊一聊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个年底了 国家领导儿呢 对中国的这个 这一年的经济做一个总结 对来年 要做一个部署 我们呢 把这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我们看一遍 看看对我们 有哪些帮助 或者是看看他有哪些新的提法 实际上对我们 后面的这个很多事情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做重要讲话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我们就不念这个很长啊 我把这个 红线的部分给大家讲一下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 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的经济工作 做出具体部署 并做了总结讲话 那么对2021年 干的好干的坏 做一个总结 那这个权利啊 是总书记的 总书记把 这一年工作的好坏 做一个总结之后呢 然后再对明年的工作 做出一个展望 或者一个部署 或者是一个要求 那么呢 这个总理 李克强呢 就把明年的工作 落实了具体的 有哪些部署 你看 它上面就是这么写的 对吧 我们再看啊 会议指出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通篇这个文章里面 很少提到什么缺点不足的 这是为数不多的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在我看来啊 实际上就是一重压力 就是 收入下降 装不到钱了 坚持多边主义 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你看这个还是要坚持 改革开放 坚持如世界接轨 它叫对标嘛 实际上忘了个说法 实际上就是接轨 以开放来促进改革 二是 微观政策要持续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 实施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以公平 监管保障公平竞争 这个呢就是今年7月份以来的 打击这个 垄断 资本的垄断 现在 这个国家什么反垄断局 已经成立了挂牌了对吧 而且对阿里的垄断 对美团的垄断 是开出了这个巨额罚单 那么 明年 这个反垄断肯定是会持续的 不会 松马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 从今年7月开始 互联网企业啊 这巨头 全部是在走下坡路 那么我想明年 他们还是持续要往下走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 还要加强反垄断 所以说明年这些互联网头部企业 都是沉压的 那在这些企业上班的这些人 实际上就要注意了 那么走下坡路啊 这日子不好过 任何一个企业都一样 不管你多有钱 这个 工资多高 只要企业走下坡路 那你实际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你在里面打工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强化契约精神 有效治理 恶意拖欠账款和逃费债行为 看这个就很重要了 把这个要记住了 对那些什么恒大理财的 对那些什么 供应商 欠款的 这就是你的护身符啊 你去维权的时候 就得把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拿出来 这个 这是习总书记讲的话 强化契约精神有效治理恶意拖欠 账款和逃费债行为 千里钱的就得还啊 你维权的时候这个就得 拿出来摆出来给这些住建局的 给这些什么 呃 警察 给这些 把维稳的对象给他看啊 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 你怎么治理的 对不对 我来维权 你还干涉我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制度型开放 落实好外资 企业国民待遇 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 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看见没有 还是要招山影子 而且要招这个重大外资项目 像这个特斯拉是不是二期工程要开始了 这些 全球好的企业 从不也把它吸引到中国来 给他什么 国民待遇 他能加快或者促进咱们完善供应链 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 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难没有提 南方是 广东 广西 这些地方 就不管了是吗 还有说有其他的 不好说对不对 大湾区那不都是南方吗 没有提 海南 自贸港 自贸区也没有提 这很有意思啊 第七个是社会政策要兜住 兜劳民生底线 民生的底线 不仅要兜底 而且还要兜劳 那你看看你以后做什么 你是不是民生 要是民生 你维权 你就有依据 你就是民生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 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 奋斗 把蛋糕做大 做好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 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这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这个胆砖的文件已经好几次提到这个共同富裕了 最早提的时候是切分 刚提的时候 这个在世界上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舆论震动 大家都说这个 又要杀富济贫了 实现它这个完全 就是完全在合情合理的 而且在这个预料之中的一个事情 你看它是怎么解释 它是分三点 第一点就说什么呢 这是制度 既要发展生产力 积累财富 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 要求的 第二个呢 就说什么呢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呢 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把蛋糕做大做好 然后通过 合理的制度 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就是首先你要把蛋糕做大 现在还要持续把蛋糕做大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 把蛋糕的分好切好 这是不同的概念 不是说现在停下来 就要共同富裕了 就要打土耗分天地 就要这个 杀富济贫了 不是这样的 还是大家 以前怎么干 现在还得怎么干 继续把蛋糕做大 还做好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 把蛋糕分好 切好 不能曲解 第三点 它又指出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要稳步朝这个目标推进 就是说 不是说明年后年 就得这么干 不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长期的过程 要慢慢调整 调整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 防止两极分化 不能富的太富 穷的太穷 这个搁在哪个社会也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 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 要为资本设置 红绿灯 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 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这个也是的 既要利用资本的这个 这个积极的一面 又要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这也就是今年做的事情 那么的确是这样子的 你资本无序扩张 你说那个互联网巨头 他们挣钱很容易 而不是说容易 把它很快 就是靠复制 靠流量 对吧 很快就能聚集大量财富 如果他们 聚集大量财富之后 再加上杠杆 对你传统行业进行降维打击 你基本没有一个行业能扛得住的 你说那美团 那阿里 他协这个天量资金啊 可以通过海外融资啊 通过垄断 对你什么卖菜的进行降维打击 那你说菜市场怎么能干得过他呢 他把所有的菜市场都垄断之后 在美国再一上市 然后在这平台形成了 开始坐地收钱了 那他收的钱可能比那些菜市场 收贪户的那些租金 还高得多 因为他的流量很贵的 淘宝刚出现的时候 你在淘宝上开个店 可能还比较容易 一对比 又有流量 而且租金什么的都比这个费用 都比线下开个实体店 便宜得多 而且好推广 那是干概式 你现在看看 你要在淘宝上开个店 估计比你在开个线下店还要难 头儿还要大 就是他一旦发展起来之后 他就开始各种费用就来了 他的流量就变得极其的贵 卖菜也一样 这就是资本的无序扩张 这种资本必须要加以限制 给他设置红柳灯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所以说那些 搞国际民退的 什么就是 质疑民营经济的 就歇去了 不要再 再乱叫唬了 保障 重粮农民合理收益 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现在重粮农民 到底有没有合理收益呢 很难说 重粮不赚钱吗 你靠国家补贴 你怎么补 能补多少 所以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这话没有错 但是目前来看 你要离开了这个进口 你这个饭碗还端不牢 压食企业自救主体责任 这个就说的就是恒大这样的公司 自救是你企业自己的行为 压食这个自救主体责任 政府帮你 那是政府的事 你要自救 这责任是你自己 所以这些 暴雷的房地产企业 你不能 都 一下导向政府 都赖向政府 让政府来管你 让政府来帮你 化解危机 这是不行的 要压食企业自救主体责任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探达峰 探征核 实现探达峰 探征核是推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要坚定不宜推进 但不可能 避其功于一域 要坚持全国统筹 节约优先 双能驱动 内外畅通 防范风险的原则 传统能源 逐步退出要建立在 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 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 这个在8月份的时候 还是9月份的时候 各地都在停电 但是 我就做了一期节目 我就说了 这个什么探达峰 探中和 方向肯定是对的 但是呢 它跟现有的这个 咱们的经济 技术 还是有冲突的 实际上就是 步子卖的大了 扯的淡了 对吧 所有的这个 环保能源 清洁能源 什么风电啊 什么其他的电啊 你根本都没有发展上来 还不可靠 你就着急忙活的 把核电啊 什么火电啊 全部给停掉 欧洲也一样嘛 什么核电也停掉 什么煤电也停掉 中国呢 不再新增什么煤电 然后呢 这个 现有的煤电也开始在现 实际上 这都是 步子大了 扯着淡了 导致后来你看 能源紧张 到处限电 然后变成一个 下一盘大旗 你看这次中央 经济会议 立马就指出了 立足以煤为主的 基本国情 我们国家就是煤多 其他的没有 然后呢 你在新能源 还不能替代煤电的情况下 要逐步推进 所以要这样的话 明年的这个限电 这些 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再念一段啊 会议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 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党中央高 保持高度一致 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还必须学习历史知识 后知文化底蕴 强化生态观念 要落实到行动上 体现到贯彻 贯彻 落实党的 路线方针 政策的 实际行动上 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上 体现到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 为民奉献的 实际行动上 特别要 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还有 坚决防止 简单化 乱作为 坚决反对 不单单 不作为 我为什么念这个 很多人看不懂啊 一念这个 总书记的要求 大家认为是在吹什么 唱赞歌 大家不要误解了 这些东西 大家要备会 真的我是建议 备会 备不会呢 至少拿个小纸条记上 这个维权的时候 都是管用的 你要指责市长市委书记没干活 你就告诉他 对吧 坚决反对 不单单 不作为 这是总书记说的嘛 你是怎么 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的 为民奉献的 实际行动 你实际行动呢 我这理财的钱拿不回来 我这买了房子 房子交付不了 那你是怎么为民奉献的 你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 这可是总书记说的 对吧 那你 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就是人民啊 以我为中心了没有 坚决反对 不单单 不作为 那你这个 保教楼没包好 这个楼没盖好 那就是不单单 不作为啊 习总书记说的话 都没错吧 你们要学习的对不对 你们要执行的 你怎么执行的 这些维权的时候是管用的 确保办成一届 简约 安全 精彩的 奥运盛会 简约 不像2008年那个盛大的 华丽的 奥运会了 变成个简约 是不是没钱了 各省 自治区 之家区 和计划 单列市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 就是 各个省的 省长书记 然后那个 副省级的 省会城市的 书记和市长 都参会了 所以你看看 你们那个 你维权的地方 如果是 也是 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参会了的 那你们 维权就是这样 把这些 对吧 中央经济会议的精神 要领悟了之后 去维权 你告诉他 你们没有把这楼做好 没有把我的理财的钱要回来 不管不问 你都是违反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哪些哪些哪些条款 哪些精神 你再这么推三走四的 不作为 那我们就举报了 对不对 像上级单位 纪委 开始举报 我告诉你 举报没有用 但是 你一旦 举报多了 有可能成为压垮大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谁也说不好 这个会议 精神咱们也读完了 那么给我们的感觉呢 明年还是困难的一年 明年呢 很多行业不见的就会好 反而会更差 像这个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行业 那还是一个调控方位之内的 就防止 资本 无序扩张 然后呢 防垄断 对吧 又是清朗行动 等等啊 互联网的这种治理 那么互联网这行业肯定是撑压的 所以现在你看很多互联网 凤狂的猜源嘛 这是原因之一啊 而且互联网这个利润 包括这个营收 基本上在今年7月8月都见顶了 都在往下走 包括抖音 都在往下走 所以明年这些行业的人不太好 第2个就是房地产行业 明年也不一定会好 因为 房地产目前就是个现状 如果后面就是稳不住 可能还要往下走 即使不往下走 他也好不起来 很难好起来 所以这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从业人员 基本上就是 也是不太好 那么跟房地产相关的人员 这个收入待遇也不会太好 机会不会太多 令人欣慰的就是 这个国家 党中央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 还是坚持吸引外资的 不是闭关锁国 还是要提高水平的 那么就看明年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怎么样 如果整个世界经济形势 好了 那我们肯定也会好 如果整个世界经济形势 还跟今年一样 或者跟去年 不如今年 那咱们肯定也好不起来 总之明年可能不会太好 大家留足现金啊 保住放晚 这个整个的报告啊 我看了一下 25个吻字 说明吻很重要 那就是明年还要吻 每个人都要吻 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